很多人看了标题,应该就知道说的是哪个国家了吧 中学的地理课本上,也有提到过这个国家 它就是梵蒂冈 梵蒂冈位于欧洲 国土面积44万平方米 位于罗马城内 罗马教廷所在地 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 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由于四面都与意大利接壤 古称国中国 梵蒂冈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也是唯一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国家 11年范蒂冈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 该国县仅有32名女性公民 540名男性公民 572名范蒂冈人中 有306名外交官 还有86人 是瑞士卫队成员 此外还有73名书记主教 31名平民和一位修女 2014年 范蒂冈人口统计数量 为829人 依然是世界上 人口最少的国家 范蒂冈的一切生活用品 能源 食物 都是从意大利尽头 但是 范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圣地 在这个小国家里面 全部都是天主教徒 而他们的元首 自然就是教皇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总教主 范蒂冈是一个宗教领袖制国家 范蒂冈的元首 其教皇 当选后终身任职 不可罢免 范蒂冈同时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以教皇为首的教廷的所在地 位于意大利首都 罗马城西北边的范蒂冈高地上 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 圣彼得大教堂 宗座宫 教皇避暑圣地 和范蒂冈国物馆等 范蒂冈城 是范蒂冈的首都 也是范蒂冈国 故约成国 这里有全球第一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 欧洲天主教的朝圣地 文艺复兴是建筑的杰出之作 珍藏着欧洲艺术史上的许多无价之宝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堂 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圆顶教堂 16-17世纪时 由当时最为有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合力设计修建而成 这座只能用华美和壮观来散叹的教堂 足足修建了一百多年 来听听那些大名鼎鼎的设计师名字 布拉曼特 米开朗奇罗 德拉波尔塔 卡洛玛泰尔 范蒂冈国务馆 位于意大利罗马 圣彼得教堂北面 原是教皇宫廷 所收集的西式文物和艺术珍品 堪与伦敦大英博物馆 和巴黎卢浮宫相媲美 这间世界级的艺术殿堂 也是必须看的 外面似乎一年四季都排着长队 头盔上插着羽毛的意大利 精锐山地部队的士兵 维持着秩序 圣彼得广场 周围有四列 共284根多利安柱式的圆柱 圆柱上面 是140个圣人像 富与其雄伟的气质 但是这个国家 却禁止在山坡上滑滑板的哦 因为你一不小心 可能就出国了 一个国家一条街 来形容这个国家最贴切 因天主教在全球信仰人口众多 使范蒂冈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 拥有美国 中国 俄罗斯 一样重要的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